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这个曾经站上世界舞台的品牌 重新擦亮展现绝代风华 原山大饭店 它是台湾第一家五星级大饭店 成立于1952年 国外有很多花园酒店 但是它不像原山饭店这么有特色 今天你只要到台湾 你只要进入到台北市 你第一个看到的建筑物 就是原山大饭店 原山饭店 它早期它是一个任务型的饭店 它只针对国外的贵宾 或者是重要的一些人士做接待 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资源 所以原山饭店 它的经营没有问题 这几年我们对外开放之后 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原山饭店 我们盈亏要致富 所以我们当面对跟同业之间的竞争 我们发觉到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变 需要提升 所以我来了之后 就安排 不管是客房的人员 餐饮的人员 那么都到其他的饭店做观摩 甚至我安排我们的人员 那么到国外去考察 也曾经历过风雨飘摇的年代 但是台北原山大饭店 在世人的眼中 始终有其独特性意象 无可取代 墙上随便一张相片 都是元首级的宾客 王宫贵族 述说着当年 这里承载着多少国家级的荣耀 现在的原山 除了预约导览服务 来台游客更把饭店 当成来台必游拍照打卡景点 选择下午茶 眺望台北景致 或是享用国宴级传承的 御厨首艺 因为在中国古典大气建筑格局内 往大红梁柱旁一站 飞檐 斗拱 甚至每一个盘踞在梁上的骑兽图腾 都是一段精彩故事 我想元宫 他在企业 他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能够进入原山的元宫 早期都是经过精挑细学 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就是我不断地鼓励他们 参加各种国际性的一些活动 比如讲说像美食展 我就会鼓励我的餐厅 组队我们去跟同业之间竞争 他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活动 他们整个激励起他们的一个动志 那当然最重要也是让他们走出去看 以前我们都是闭门造局 那么走出去之后 他跟同业之间交流 他可以了解有同业之间的改变 让他们觉得他们不能退步 改变并不容易 但对于原山这样一个老饭店而言 创新思维开始深化 特别是对于资深员工 他们的见证资历 是饭店不可多得的资产 管理阶层就是希望每一位员工 都是说原山故事的人 老干新知 服务来自全世界的旅客 迸出中西交融的用心感受 我必须带领我们所有的员工 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跟服务的品质 包括我们个人的要求 个人的品质 一定要能够做好 这是我对未来要加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 也就是说好的基础 好的基础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它不只是有颗热忱的心 同时它必须要反映出来 它必须要能够跟客人之间良心的互动 贴心的互动 那最后呢 它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我相信它会工作得很愉快 台湾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 跟当年不可同日而遇 原山走近2017年 期待更多的优秀人才 携手创造 下一个辉煌成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